香奈呼与其他人不同 她加入鬼杀队的并不是因为家人被鬼杀害 而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被蝴蝶姐妹收养 在加入蝴蝶屋后 她便选择了与蝴蝶姐妹从事相同的职业 成为一名鬼杀队队员 并且成为了重铸蝴蝶人的继子 一旦蝴蝶人因为执行任务死亡时 香奈呼最有可能进行补卫 代替蝴蝶人成为新一任的九州人选 在鬼滅之刃的设定中 这和继子之前的关系 与普通队员有着明显的不同 由于是二者存在继承关系 因此纵然住的任务在繁重 他们也会抽出一定的时间 对继子进行培养 目的就是为了让继子能够在其死亡后顺利继续 看到这里不少人存有疑惑 香奈呼作为蝴蝶人的继子 为什么他所使用的并不是蝴蝶人擅长的虫之呼吸 而是香奈呼曾经使用过的花之呼吸呢 香奈呼为何使用花之呼吸 香奈呼与香奈呼身体素质相似 继国员一再加入鬼沙队之后 便将日之呼吸毫无保留地交给鬼沙队众人 但是很可惜 队内所有人没有可以使用日之呼吸 反而是衍生出了许多各种类型的呼吸法 这些呼吸法会根据使用者身体素质 和适合属性发生不同的变化 其中一封火 盐 水和类为五大体系 在此体系的基础上 还会衍生出各种不同类型呼吸法的分支 但是无一例外 这些呼吸法 都是与使用者身体最为契合的呼吸法 香奈呼使用的花之呼吸 只是同理 相较几重之呼吸 花之呼吸与香奈呼的身体更为契合 也更能发挥出香奈呼应有的战斗力 以下有三个原因 一 香奈呼体型与香奈会相近 拥有足够的力量 使用花之呼吸 二 香奈呼拥有强大的洞察力 三 香奈呼拥有极强的动态视觉 与花之呼吸十分契合 从以上三点不难看出 香奈呼与花之呼吸 具有极高的身体契合度 而事实上蝴蝶人所使用的 虫之呼吸本质上 也是花之呼吸的衍生呼吸法 以两种呼吸一脉相成性可以推测 当年蝴蝶人或许在学习花之呼吸的时候 无法完全兼容 不能发挥出花之呼吸应有的作用 最终才衍生出了适合蝴蝶人自己的虫之呼吸 因此香奈呼作为他们的妹妹 在呼吸法的使用上 自然也会从花之呼吸开始学起 而一旦完全契合 自然就没有必要再学习虫之呼吸 二 香奈呼是香奈呼的引路人 香奈呼之所以会继承 很难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香奈呼 众所周知 每一个鬼杀队队员 在成为正式队员之前 大部分人都有着一段时间的修炼期 这个时候会有专门的培育师 对他们进行系统的训练 教会他们基本的攻击技巧和呼吸法的入门 探治郎 善意 易勇等人都是有专门的培育师培养之后 通过别选才加入鬼杀队 因此培育师所使用的呼吸法 往往也决定了被培育之人所使用的呼吸法 香奈呼在加入鬼杀队之前 一直跟随着蝴蝶姐妹 因此蝴蝶姐妹可以称得上是她的培育师 而相较起当时还没有完全蜕变成长的蝴蝶忍 香奈呼显然更适合培养和教导的滋味 因此她自然会把自己掌握的花之呼吸 使用方法进属交给香奈呼 三花之呼吸的传承意义 在与同我的交手中 香奈会因为实力不济 最终战败 成为蝶巫所有人无法遗忘的痛 为了纪念香奈会 蝶巫中所有人用着自己的方法 保留着香奈会曾经留下的点点踪迹 蝴蝶忍成为蝶巫的新主人 凭借一己之力维持蝶巫的正常运行 神奇等人虽然不能赶赴前线 却坚定留在鬼杀队后方救治所有伤员 而香奈呼一时同理 喜欢这个赐予她二次生命的姐姐 喜欢蝶巫的所有 尽管她自己并没有遭受过鬼的伤害 但是她本人却十分愿意为了同伴冲锋在前 愿意学习香奈会留下来的花之呼吸 对于香奈呼来说 花之呼吸不仅仅是一种用于灭鬼的呼吸法 更是一种香奈会存在的证明 是一种信念的传承 当香奈呼使用花之呼吸时 就像是香奈会陪伴在身边一般 所以无论是从身体素质 先后顺序印或者是传承 花之呼吸都是最适合香奈呼学习的呼吸法 而从其后香奈呼的战斗表现来看 也可以发现她确实已经将花之呼吸 使用到了炉火澄清的地步 那香奈呼为何不学习虫之呼吸 以虫之呼吸时战性不强 与其他呼吸法可以迅速灭鬼不同 虫之呼吸在灭鬼的时候依靠的并不是斩杀 而是通过毒药进行麻痹 蝶蝶忍通过特殊形状的日轮刀 将药剂储存在其中 在灭鬼的时候蝶蝶忍会通过攻击鬼 将药剂注射入鬼的身体里面 从而实现灭鬼的目的 尽管从灭鬼的结果上看 虫之呼吸与其他呼吸法 具有同等的灭鬼功效 但是从杀伤力上 虫之呼吸远不如其他呼吸法 并且需要结合紫藤花毒素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因此在实战中的使用性并不算强大 一旦使用者无法完美将呼吸法和紫藤花毒素融合 那么将会带来不可逆的影响 二 虫之呼吸使用特殊 限定于特殊人群 虫之呼吸属于较为特殊的呼吸类型 在其所有使用的招式中 并没有一招可以直接斩杀鬼 它的使用者所能做 只有给鬼造成一定程度的攻击 大部分鬼杀队见识并不会选择虫之呼吸 作为本名呼吸法 毕竟这种呼吸法在战场中 更加需要使用者 有良好的临场应变能力和作战心态 相较起其他的呼吸法 虫之呼吸在使用和攻击方面确实比较鸡肋 因此这种呼吸法只是用于某些 难以完成斩杀任务 但是又立志灭鬼的鬼杀队队员 就如同重铸蝴蝶忍一般 因为身高和体重的限制 蝴蝶忍在力量上 远远达不到斩杀鬼的水平 因此他领悟出一种 对他量身定制的呼吸法 虫之呼吸 结合特殊的日轮刀 在另一个角度实现灭鬼 尽管在蝴蝶忍的使用下 虫之呼吸表现出极其强大的力量 但是这力量并不是基于虫之呼吸 而是基于蝴蝶忍本身 因为蝴蝶忍高超的研发水平 研制出对鬼具有致命毒性的紫糖化毒素 才真正实现虫之呼吸的完善 才给了蝴蝶忍一个继续灭鬼的机会 但依照向难护的条件 尽管他身为蝴蝶忍的妻子 但是他无论是身高 体型还是天赋都与蝴蝶忍有明显差别 综合条件上看 香难护并不适合学习虫之呼吸 从花之呼吸的可行性上看 花之呼吸使用者香难护与香难护 在身体素质上相对契合 香难护本人在天赋上 也与花之呼吸十分契合 从虫之呼吸的难复之心上看 虫之呼吸在使用方面有别于其他呼吸法 并且对于使用者有着特殊的身体招求和药理学要求 而香难护显然不符合 基于以上两点原因 尽管香难护为蝴蝶忍即子 但是他所学习的却是香难护的花之呼吸 而非蝴蝶忍的虫之呼吸 谢谢大家 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点赞订阅我 我们下期见